梦内婚礼冲上热搜 最后一个单身之夜 有老帅 百兽等14个人陪伴 伴郎团更是有点豪华 猫神一番话也泪目 今年下半年打完 说实话 有点想休息 应该打不动了 其实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任何事情都没有身体重要 就在9月6日 梦内婚礼如期举行 昨天自然就成了他最后一个单身之夜 邀请了众多好友一起吃吃喝喝 葛迷你开启直播 也是介绍了参加单身之夜的人 其中还包括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跟月痕 并且AWALK教练跟百兽也有参加 意味着大家之间的感情没有变 即便他现在并不是AG的教练 同时 伴郎团也是相当豪华 有个mini 最初6.6 林甲南 艾斯 七年 甚至中意 还直言要去当花童 主食是有点亏贼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林甲南 第二个是梦内 有个人不认识 第三个是佛山第二集百兽 第四个是佛山第二集紫月 第五个是伪装 第六个是许诺 第七个是七年 第八个是月痕 第九个是成坤 第十一个是老帅 第十二个是糖田 第十三个是6.6 第十四个是NWALK 第十五个是农志标 完美 然后就是猫神去三亚游玩 罕见开启直播 跟大家谈心 一番话引泪目 下半年 如果他没办法调理好身子 心态方面也调整不过来的话 很有可能会选择休息 假设猫神真选择休息的话 离他退役就不远了 除非AG愿意继续相信他 只是如今的AG太缺成见 今年下半年打完 说实话 有点想休息 应该打不动了 站好最后一板岗吧 比较是 做西实在是 跟不上了 没办法熬夜了 熬夜之后第二天的精神贼差 精神状态轴差 然后早睡的话 比赛夜的时候就 晚上的时候就感觉没有很清晰 自己的脑袋没有很清晰 没有把自己调整到自家状态 就比较烦 这个是我现在比较苦闹的 看今年身体能不能调整好吧 看今年身体能不能调整好 就其实这个夏季赛 整个的话 我觉得我做的最不好的一个点 就是第三轮 中间有段时间 我心态是坏掉的 就对队友的容忍度变得特别 就是我接受不了队友失误了 就其实在前面都是一直在 就是大家有失误啊 或者怎样 大家一起去调整就好 就是后面发现 就反正有点心态 那时候心态有点问题 然后本来想的是 第三轮最后一场 打完之后去和心理导师聊一下的 当时打完一场之后 菲姐和我们在学练室说了一些东西 之后我回去想了一下 就一下就想痛 然后也没和心理导师聊 我就感觉我心态就调整特别好 这我觉得这是我这赛季进步 比较大的一方 就真正就是今年最大的收获 就是不够很好的调整过来吧 就是不依靠别人的力量 算是 总的来说 孟磊结婚排面十足 这三天他都是频繁上热搜 很多战队也是第一时间发文 感谢孟磊的婚礼邀请 只能说孟磊在转型这一块 做得很成功 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AG消毒 至于猫神 主要是觉得累了 特别是进两个赛季 先是去LGD带了四个新人 本身就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现在又回到AG继续带新人 重复这个过程自然很累 加上猫神特别想拿到成绩 包容度下降 导致心态出问题 这些东西都让他想不退役 最后大家觉得 猫神会退役吗 尼诺会不会参加孟磊的婚礼呢